歡迎大家來到今日的簡報會 台上兩位醫生分別是衛生防護中心傳染病處主任張竹君醫生 和醫院管理局總行政經理李立業醫生 先請張醫生講講今日個案最新的情況 大家好,昨晚我們有446宗核酸檢測陽性個案 另外有301宗抗原檢測陽性個案 總數的陽性檢測個案就是747宗 累積就是由第五波開始就有118萬5194宗陽性個案 包括了74萬2603宗是核酸檢測陽性 以及44萬2591宗是抗原檢測陽性個案 在446宗核酸檢測陽性個案裏面 就包括了63宗是醫管局檢測陽性 另外我們的化驗所檢測陽性是127宗 以及256宗是私人化驗所檢測陽性個案 我們在203宗個案裏面都做了一些初步的基因分析 就是暫時找不到L452R陽性個案 198宗都是陰性個案 另外就是其他五宗是暫時未做完的 在今天的個案裏面有11宗是輸入性個案 有其中10宗是經過核酸檢測陽性 一宗是抗原檢測陽性 其中有5宗是在16號底下 由三個行班底下 其中一個是3A16 另外一宗是OZ745 以及一宗是5J272底下 另外還有兩宗是15號底下 就是坐CX724 另外其他四宗是在較早前底下的人 在院舍裏面都是沒有新增的院舍爆發 在已有爆發的院舍裏面 還有13個院舍 還有一個工作人員 就由7間老人院舍 以及3間殘疾院舍 是有一些申報的情報個案 在死亡個案來說 就是有醫管局情報多29宗死亡個案 總數是8867宗死亡個案 在醫管局情報 另外加上其他59宗就是8926宗 是第五波現時的數字 這8926宗包括了3680宗女性 以及5246宗男性 原則的確診病人 所以我們不能再詳述 我今天報告是這麼多 謝謝 請你醫生說一下醫管局方面的情況 大家好 醫管局現時有8247名的確診病人 在不同的公立醫院 北大魚山醫院 香港感染控制中心 醫管局 傳染病中心 以及新冠治療中心 阿波管道留醫 昨晚呈報了三名病人情況危殆,一名沒有任何嚴苗記錄,兩名打了一針 八名病人都是情況嚴重,另外有五十一位危殆病人在心肢治療部留意 截至今日的零時零分,過去二十四小時,總共有二十四名病毒測試呈陽性的病人離世 分別是十一男、十三女,年齡介乎五十五至一百零五歲 昨天離世的病人,我二十四位的當中,十二位來自院舍 九位沒有打針紀錄,十二位打了一針,三位打了兩針 另外有二十二位是六十五歲以上的長者 有兩位是小過六十五歲,比較年輕過身的病人,在這裏都會跟大家講一講 五十五歲的女性,她有長期病患,她打了兩針的科興疫苗 她本身有紅斑狼瘡病,亦都是有個狼瘡的腎炎 她在今年的三月,她在一個素描那裏都發覺她肝臟那裏有一個腫瘤 她在三月二十二號,是有一個臨床的安排入院,就是入屯門醫院的 原因是由於她血液裏面的鈣是高的,她在入院的時候就發覺她的核酸測試是呈陽性的 她的CD值大概二十左右,她就在這個隔離病房那裏住院 我們都給了她一些的靜物輸液,亦都給了一些藥物去控制她的高血鈣 亦都給了抗病毒藥,Pasnovic給她 那她接著入院之後,她的症狀都是有幾樣的 第一就是她的貧血,她的血色素跌,我們都給她暑血 她的心臟酵素有高,亦都發現她有肺炎的情況,我們都給了抗生素 那她在住院期間,她的血液含氧量都是反覆,亦都是有下跌的情況 那我們都給了氧氣她,但是她的情形都是持續惡化 那就是在四月十六號的下午就過了生 另外第二位是一個六十四歲的女性,她都是有長期病患,她沒有任何的疫苗紀錄的 她本身有中風底,亦都是有一個腎臟的問題,她需要洗血的 那她在三月二十二號就經這個廣華醫院急症室入院的 就因為她的胃口差,個人累,那我們都發覺她的腎功能 在她本身的底線那裡是再差了的 那她入院的時候,她都一連串有做了幾個的核酸測試的 那由三月二十二號到四月二號做了四個 那有三個是陰性的,有一個是陽性的,那CT值都高的,大過三十 那她在住院的時候,那治療主要都是針對她的那個神衰竭 那她的機肝的指數都是高的,去到整個千的 那她都接受了一些洗血的治療,那數字上是有一個改善 那她在四月四號洗血的期間,她就試過心臟停頓 那也都我們插喉急救的,那但是她的情形之後呢,都是持續差 那也都有肺炎的情況,那就在四月十六號的夜晚呢 那就是七點左右就過了生 那這樣也都因為數據的滯後呢,今天情報回呢 三月五號到四月十五號呢,有五名的病人離世的 三男兩女,年齡介乎七十到八十六歲 過去一日有六百四十七名的病人康復出院 另外有一名病人在入院西茶那裡發現確診 也都有一位是列為,一位病人列為接觸者 員工方面,現在有二萬一千八百二十六名的員工確診 而當中有二萬零八百二十名的員工已經返回了工作崗位 今天我的報告是這麽多 以後提問時間,麻煩大家在發問前先介紹你代表的機構 哪位想發問先 那邊中間的那位女士 你好,我有線電視的,其實現在疫情水味 都陸續開始有新冠的康復者出現的後遺症 包括長新冠和一些可能兒童多系統發炎縱合症等等 那我想請問現在有沒有就這些個案 有這些數據和分析,有的話情況是怎樣呢 還有接下來都會不會參考今天講大恐教授的意見 可能調配資源,考慮增加除了中醫門診外的治療途徑和支援服務 例如設立可能跨部門的治療方案,增加門診服務等等 謝謝 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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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另外亦都如之前提過就是中醫的服務 如果它在康復的六個月內 我們都會有十次的悶診服務 它是可以免費的 至於提到就是多系統的發炎綜合症 我們早前收到15宗這樣的個案 出現過多系統發炎綜合症的報告 我們都相信可能是病毒感染 是誘發了免疫系統 導致這個發炎情況 通常在康復後兩至六個禮拜會發病 部分的病童其實情況都嚴重 有些甚至需要住在心治治療部 所以我們都提提家長 要留意小朋友康復的情況 還有有不適要盡快帶他們看醫生 不過我相信其實最有效的預防 都是其實打針 希望盡快帶小朋友去打針 主席 主席 長官 昨天陳少子局長說過 HA、CHP和教育局會就著復貨 做一些演練去應對疫情的爆發 想問一下那個演練大概是怎樣 做過什麼演練 預計復貨對疫情反彈的風險有多大呢 另外就是社交距離措施 接下來都會放寬 其實想問一下強劍公告那裡 會不會擴大一些參院處所 或者其他的處所 或者其他處所的感染風險通知 會不會做那些個案的分析 去知道那些地方有出現確診者去過 關於這個演練 昨天我們和醫管局和醫管局同事一間補充 還有教育局都就著 在開學之後可能發生的情況 就是做了一些情況的演練 那麽我們跟醫管局和醫管局同事一間補充 那麽我們跟醫管局同事一間補充 都是有效的希望可以加強各方面的溝通 還有討論 希望真的有事發生的時候 在最快的時間就可以做應付和準備 去處理 那麽疫情反彈 其實如果是放寬了那個社交距離 我們都預計了可能都會有一些反彈 因為這些都是一個人流多了的話 那麽其實都是有機會有這些情況 所以都是希望大家在出多了街 或者是多了一些社交活動之餘 都是盡量保持這個個人衛生 還有戴一個比較緊的口罩 那麽我們暫時在那個強制檢測那裏 都是以這個居住的單位為首選的 我們都有鑑於那個服務那裏 都是作出一個最好的預備 那麽其實醫管局那裏 除了都覺得可能在這個病情的 就是這個疫情的變化上 可能是有不同的持份者 我們需要有一個演練之外 也都我們其實在我們自己 醫管局內部 我們的中央統籌委員會 醫科方面 其實我們之前都跟不同的持份者 都是有一個溝通 有會議 那麽我們都希望呢 預備好的醫院 能夠如果接收一些比較多的醫科病人 那麽另外當然來說就是 我們在這個社區的治療設施 又或者是北大嶼山 香港感染控制中心 我們都是會考慮一些方案 去支援一些不同的家庭單位的需要 的入院需要 下一題 問條英文問題 Good afternoon from SCMP News May I ask has the BA5 Omicron patient in Regala Sky City been discharged yet and has there been other BA4 or BA5 cases found on arrival through imported cases? Thank you There have been no other reports of BA5 or BA4 cases so far from our laboratory 下一題 是 各位女士 兩位醫生你們好 TVB 那首先就想問一問 因為這幾天長假期 其實見到不同的離島或者郊外的地方 或者市區 其實都很多的市民是外出 那其實剛才 CHP這邊都說了 其實都擔心疫情反彈 那其實 就是 如果疫情真的反彈的話 其實會不會有些什麼準備的功夫呢? 還有 有行家都有問到 就是在說這個個案追蹤 其實去到 因為現在那個數字都是回落 去到一個差不多水味的水平 其實會去到哪個情況下 才會重啟之前這個個案追蹤呢? 謝謝 其實人流多了 我們都預計了 可能都會有一些輕微的反彈 但是當然是一個大幅的反彈 輕微的反彈 這些都要看可能很多的指標 包括了在社區檢測的陽性個案的情況 我們真的那個數字 污水檢測的情況 或者是那個實事 香港大學的實事那個R 就是加起來一起去看的情況 那我們暫時就沒有開啟這些 就是每個個案的追蹤 但是在一些高重點人群裡面 例如是老人院社那些 我們都是有做一些相關的工作 因為都是希望在那個老人院社那裡 都是或者殘疾院社裡面 如果有個案 或者一些這樣的接觸者 我們都希望是盡快做到處理 下一題 後邊的位置 是明報的 各位好 首先想問回 剛才提到 就是這個 這個 我已經知道 事實上了 有幾個 就是這個 事實上是否有一個 是否有一個人的 或者是否有一個人的 是否有一個人的 還有一個人的 就是這個 和一件事的 我們是否有一個人的 其實因為他們有一個人的 可以當地那個人的 內容是否有一個人的 是需要的 李卓人議員 我們沒有一個硬指標說反斷去到什麼情況會怎樣,當然會整體看看趨勢和各項指標的情況,我知道政府都有預備一些相關的應對方案,希望對於如果萬一一些個案再反彈的時候作出各樣的準備。 李卓人議員 李卓人議員已經為超過26,900名的病人處方新冠口服藥物。在指定診所那裡,其實現在都啟動了23間3間的指定診所,另外我們也都會根據臨床指引會開口服藥物。 李卓人議員,現在23間的指定診所,每天最多可以提供4000個診證的名額。而截至4月15日下午5點,我們已經為超過了117,400人次提供診診服務。 李卓人議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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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法定人數不足 法定人數不足